发烧话题持续带您关心 高雄市长补选结果出炉了 是由民进党陈其迈 得要下高雄市长的宝座 那么国民党候选人的部分李梅珍 他是披上蓝袍出征 他以议员的身份挑战市长大位 受刺越级打怪 但是最后却败给了对手 民进党籍的陈其迈 在晚间六点钟 李梅珍由党主席江启臣陪同 召开了记者会 李梅珍前后向支持者三鞠躬 道谢也道歉 形容这个选战是非常的漫长 外头的天气一般 殷勤不定偶尔雷语交加 但是他强调 是自己学习的不够 没能胜选 居长战有遗憾 没有委屈 他也要大方祝福 陈其迈当选 加油 深圳一举功 国民党主席江启臣 带着候选人李梅珍 和党内同仁 感谢选民支持 整个过程也像外面的天气一样 非常的殷勤不定 偶尔还会雷语交加 但是终于结束了 我知道我自己努力不够 很多地方需要学习改进 很抱歉 没有办法顺选 我愿意扛下所有的责任 我也会抱持 顺利接津静 毁誉不动心 首都越级打怪 吞下败仗 再度让高雄揽天变绿地 李梅珍愿意揽下责任 以做城市的进步 会被对立跟分化 感谢所有的亲友 给我这样子的一切 经过这次的策略 以后我会更加努力 也会更好 未来将继续用议员角色 在议会监督新市长陈其迈 这次国民党没拿下市长 宝座气氛低迷 但看到不离不弃的支持者 党主席江启臣出名喊话 今天过后 国民党将重新站稳脚步 扮演称职的在野党角色 强力监督市政 持续培育人才 我们更勇于反省 今天的挫折 是2022国民党在高雄 再起的养分 不怕失败 勇于反省 从现在开始 为两年后做准备 这次虽然韩市难扫罢韩阴霾 但国民党不挫败 还是希望未来能顺利 重返高雄 借林婉姻 叶婷王收成 李敏佳 SNG小组 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